当我们想改变人的时候,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? 因为很多人想改变人的时候,是指责,批评,吩咐,命令,这些是律法的话。 但我们想改变人的有效的方法,尊重他和他的聚会。 这点很重要,我尊重老师的聚会,我说你是很有动力。 我见过很多人,我没有看到好像他这样努力去做作业的。 这个就是,我觉得,我就尊重他,每个刚才来的姐妹,这个商征, 他读书就去到二连级,但他很有信誓奉神,他付出很多。 我尊重他,虽然他的学习不多,他知识不多,他说话也是有些小, 不是好像我这样有条理的,但不要紧。 神使用每个人,这个就是尊重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。 每个人跟从神都有他的长处。 这样的话,我们就心里就会说,人都有潜质。 请知道他有潜质。 人都有潜能。 潜能。 你们用潜能吧。 潜能都是神给我们的,而且神都给每个人都有智慧,有能力的。 而且欣赏他的长处,可任何做得好的地方,任何做得好的地方, 上一阵帮助很多人,他有这个心,他见到人就为人祷告,欣赏他的心。 然后告诉他神怎样看重他和帮助他。 我看到人的改变,我看到你的心,我看到你的心,你们的沟通,我看到神是令你们有这种动力,去放下自己的生命,愿意服侍神。 我很欣赏的,我也很感动的,我很感动的,我觉得是很奇妙的,这个是很美丽的,这样的话人就会觉得被鼓励,是不是? 不是说,你没有动力,你做得不够好,但他们有任何的动力,任何的改变,我们就欣赏。 我们欣赏的话,他越被欣赏,他越有力量。 其实耶稣也欣赏我们,所以他说一杯两水也不能不得少次,一杯两水最少的事他都欣赏,是不是? 然后告诉他,当他遵从神,神会怎样祝福他?这个就是当他遵从了。 以前都是,你看到,我们看到他有什么改变的地方,我们就欣赏他,珍重他。 他是宝贵,是重要,每个神的儿女都重要。 我们也帮助他们明白,你是很重要,很宝贵的。 魔鬼希望你以为自己是垃圾,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垃圾,不能做什么好事,不能做什么大事。 这是魔鬼的欺骗。 但神很想告诉我们,神减少那宇宙的,叫有机会的羞愧。 这虽然是宇宙,但神会令那些有机会的羞愧,神能够使用宇宙的人。 这样的话,我们看到人的美善,然后告诉他,你尊重神,你侍奉神,神就提升你,好不好啊? 上面的经文都去讲到,人可以怎样进入神的计划。 西篇139篇16节,你所定的日记,我尚未度于去,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 以赛书58章14节,你就以耶和为乐,耶和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,神要将你成为尊贵的人,你的生命也能够成就。 这个计划的美善,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,你看一看神本来为你预备的计划。 你说,神啊,原来你预备这么美好的计划,我只能进入些少部分,一个小部分。 你就说,我不知道,我不知道啊,我们现在可以知道。 神写的不会说,这个人又失败,又被人不喜欢他,人离弃他,做什么都失败,又离婚,戚风又失败。 神不会这样写的,每一个都写的最完美。 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人,神写的很完美,你开始正宗神,亲近神,你只有力量,你的生命就改变,好不好啊? 这个就是用恩典推动人,提升生命,不需要教人懒动,而是教人更重选。 我们讲神的恩典,不需要先讲我们做什么,我们先讲神主动做什么,然后当我们尊重的时候,神怎样祝福。 其实刚才我要写另外一点,这是感动我们,这里,例如悔改,这是第一种方法,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呢? 律法,你要悔改,这是律法。 第二种方法,我们悔改天上为你欢喜,这个是第三种,意思是什么呢? 你尊重神的祝福了,刚才你记得三种恩典,一种,我们没有做什么,神就感动,神就预备。 第二种,是当神感动我们去改变,感动,这种恩典,祂带领我们。 第三,当我们尊重的时候,神更大恩典。 但很多人讲恩典,只讲第三种,没有讲第一,第二种。 我再说一次,第一种,是我们还没有什么动作,神已经预备的恩典。 第二种,是神在我们里面怎样感动我们改变,然后我们改变。 第三种,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,尊重的时候,就有这个福气。 所以第一种,我们没有做什么就有的恩典,都是很重要的恩典。 第二种,感动我们改变,带领我们,也是有恩典。 第三种,是当我们尊重的时候,但很多人只能讲当我们尊重的时候的恩典。 我们是要讲,首先是神无条件的工作,祂多次的耐心的感动你。 首先,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,神就拯救我们了。 祂多次的耐心的感动我们的悔改。 这是当我们没有悔改,祂仍然耐心的感动我们。 我们很多次没有尊重神,神还是感动我们。 其实每个基督徒都有很多次没有福音神的感动。 然后当我们福音神和悔改的时候,神就很欢喜了。 第一,祂欢喜。 然后当我们福音神去离开罪,尊重神,神就很欢喜,而且大大的祝福。 这个我是帮助你们能够讲出不同层次的恩典。 好了,尊重神,有些人只是律法,你要尊重神。 第二种,有恩典,但这个恩典是第三种恩典,就是当你尊重神,神就祝福你了,这种恩典。 但后面说什么?首先神更新我们,这个是第一种,无条件的更新。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,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,神就住在我们里面,感动我们去尊重神了,赐我们力量,这是祂的改变。 第二种,第二种,祂在我们里面做工,祂感动我们,赐我们能力。 然后,当我们福音神,第三种了。 当我们福音神的圣灵的感动,立志尊重神,神就喜悦。 然后当我们行动,第一,是当我们有想做的心。 所以,腓立比修阿章十三节,因为你们立志行事,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,为要成就祂的美意。 就是立志,你立志去做神已经喜悦,是神感动我们立志。 然后,行出来都是神,我们行出来都是神感动我们。 所以,我看到神是常常在我们里面,不停地做工的。 我们与神也联合,但与主联合的,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 我们是与主成为一灵的,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,我们与神联合成为一灵。 所以,祂在不停地做工,很那时候,我们以为是我们立志,其实是神感动我们去立志。 我们的确有立志,你的确有立志来这里,你有立志去学习,你立志不去睡觉,你立志不去睡觉,但是神做工,所以你会立志。 当我们立志,神已经喜悦了,没有行动,我要,依靠神,我多传岸点,你立志,神已经喜悦了。 然后,我们行动了,尊重神,神就纪念和赏赐,并将我们放在祂奇妙的计划之中。 祂就很欣赏,任何人呼应神,祂很欣赏,很喜欢。 我希望你常常传递这个信息,任何人进入这个计划。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说什么呢? 我们将圣体献上,当作活计,不要效法这个世界,心意更新而变化,就能察言神的善良,成全,可喜悦的主意。 谁喜悦啊? 神喜悦,人也喜悦。 所以这样你告诉我们什么呢? 当我们将圣体献上,不效法这个世界,心意被神更新,神就喜悦。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,神很喜悦,神很开心。 神的喜悦不是,祂是很兴奋的,因喜乐,因我们喜乐而欢呼的。 祂会欢呼的,这个西方书三章十七节,所以祂的福音是非常的伟大。 好了,不要担心,律法就是说,你不要担心,第二句有些少恩典的,第三种恩典,你不担心,神就帮助你了。 下面是,讲到神的属性,祂的恩典,祂是一致的神,祂有能力安慰担心的人。 神也看中你,祂看中每个人,你是祂的宝庇,你是祂眼中的同仁,祂照顾麻痴和百合花,也必照顾爱祂的人。 神掌管一切,所有都在祂生命中,当我们爱神,神就为我们预备,人心未想想到的恩典,所以不需要担心,可以放心,信靠神。 神必祝福信靠和爱祂的人。 我去,我告诉你,我也经历过困难,但我相信神的供应。 其实我,我告诉你,圣经里面的确是说,基督徒被积蓄在大灾难之后,圣经很清楚的经文,我另外的教导。 我告诉人,我喜欢进入大灾难。 为什么呢?因为我相信神的恩典。 其实在,如果你读启示录,你看到大灾难中,有什么事情发生了?虽然很多灾难,但里面说了很多神的作为。 首先,这两个见证人,见证,你拍的时候,打横,打横,打横,拍照片,打横,不要,上面,好的。 因为当时我会见到这两个见证人的能力,神彰显,有三个天使,在天上宣布。 然后我会,虽然看到底基督的作为,看到这个无底坑开的,这些,啊,啊,蝗虫出来,不去定我们,去定没有神应激的人。 真正的蝗虫? 这个未必是真正的蝗虫。你看这个内容,形容不是真正的蝗虫。你看一看圣经。 蝗虫会不会说是警察? 这个不是,这个是什么我们不知道,当时你会知道,当时你会知道,当时你会知道。 但这个,他们只是定没有神应激的人。 而且,这个,他们出来定这些没有应激的人,他们就痛五个月。 但基督徒没有受害,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。 那应该跟那个叫什么新冠病毒呢? 然后,就是,这是我知道神的美善,神会保守。 在大灾难的时候,必定要拜授,或者是授这个,授这个,授印记才能够买卖。 但,这个大灾难的时候,如果我们不能买东西,马上就死掉了,很快死掉。 所以,神必定要供应,所以我要看一看神怎样供应。 所以,我很有兴趣看一看神怎样,彰显他的能力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。 我觉得,那个时候,基督徒会有很大的圣灵的能力。 这个就是,我相信神的美善,我们看到大卫很相信神的美善。 神要他讲神,善量灾难哪一样? 他说,这个瘟疫在神的手中,因为神有怜悯,神就会停止。 当他陷阱的时候,这个灾难就停止。 因为他相信神的美善,我很相信神的美善,我不担心,对任何事情都不担心。 就是被人打,我相信神当时会有强烈的同在,赐给我们能力。 或者是在监狱里,神可以叫我们能够走出这个监狱。 我不知道当时,当时会有什么发生。 但我就是相信神的美善。 所以,这个就是不担心的原因。 他是美善,他必定照顾,尤其是爱他的人。 神特别的说,爱他的人为你预备眼睛未尘看见的恩典。 好的,传福音,很多人就是说,你要传福音就是律法。 上一句是第三种恩典,你传福音,神就喜悠你,赏赐你,第三种。 但我们可以怎样说了,神怜悯世上的人,很怜悯,他不想一个人成人,他感动人去传福音。 所以我们是非常宝贵的,我们能够拯救人从地狱拯救出来,他寻找愿意传福音的人。 你愿意的话,神很喜悦你,他将这种怜悯的心放在我们里面,我们看到成人,心里就伤心。 要赐给我们动力和智慧能力传福音。 然后神又赐我们机会去接触可以传福音的对象。 在某些时候,神会为预备安排一些人,你可以接触,可以认识一些人,有机会向他传福音。 然后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,上面讲的都是恩典。 这里当我们,我会用当我们传福音。 我不是说你要传福音,我是说当你传福音,神就喜悦和赏赐也高度的提升。 所以我说很多神的恩典,神怎样为我们预备,带领我们,祭给我们动力。 好了,我们福利人侍奉神。 首先只是用律法,你要侍奉神。 第二点这里,就是第三种恩典。 你侍奉的时候,神就赏欣你了。 但我会这样说了,神怜悯,是人很想拯救他们,他就感动人去救人,去帮助人。 当人回应神去侍奉神,神就很看重他了。 所以,侍奉神的人,是在神的眼中,我父必尊重他,就有人扶持我,我父必尊重他。 这是耶稣说的话。 神就很看重了。 他就吃他,吃他,吃会聪明。 我告诉你,我小的时候说话是断断续续的。 为什么呢? 因为我的家人都不看重我们。 所以,我们在家中没有机会说话。 我小的时候说话,完全不是这样。 当我开始去教堂,我留意这些人,很留意听我的见证。 我就开始很留意地讲我的见证。 然后,我传福音的时候,我就很留意。 后来,我去了外国,回来的时候,我的爸爸问我, 你说话这种断断续续,整个做牧师了。 我说神很大的改变我,我现在跟以前完全不同了。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。 你有这个心,神就看重,他就赐你,去会。 很多人都发觉愿意侍奉神的时候,神就去会聪明、能力、赐源。 当他忠心侍奉神,后面就去尊重了,尊重这个律法。 当我当他侍奉神的时候,神就喜悦,大大提升他的生命。 他纪念我们所有的忠心的福祉,并会在尽续,尽续,祝福,百倍,永恒,永远的赏赐。 他的赏赐不是好像在小学的时候。 小学的时候,我们小的时候,小学得的礼物是什么呢? 那就是几句笔,一个本子,一个铅笔,小学。 但在天堂不需接受赏赐,必定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悦的。 好的,讲到这个,现在去讲到这个最后一点,明天看时间。 当我们鼓励人进入神的计划,律法就说,你要进入神的计划。 但第二句就是第三种恩典,你进入神的计划,神就提升你。 但后面去讲更完整的恩典,神在每个生命都有奇妙计划。 他更新我们,感动我们,进入他的计划。 他预备所有的资源,机会,帮助我们进入他的计划。 当我们呼应神的感动,进入他的计划,他就极度地欣赏我们和喜悦我们。 他就全力地提升我们的生命。 我自己的生命看到很多很多神的不停地计划给我。 其实我学弹琴只学一年的时间,但我遇到一个很好的老许。 这个老许我只学过四次,我拍录他的影片,然后我就回家慢慢看,多次地操练,操练。 然后神给我机会怎样弹出来,很多方面都是我偶然的机会。 这个按手祷告一下子就改变我。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说,我渴慕神。 我渴慕神。 其实是神感动我们去渴慕神。 是神早有预备,他有很多恩典,所以他感动我们去渴慕神。 当我们渴慕神的时候,神就很喜悦,神就大大的祝福,大大的提升。 神就会,他的提升是没有限制的,无限量的。 有一天你说,这么多,这么多的恩典。 我告诉你,我的最好的教导是我在我这几年,六十多岁,才有这个最好的教导。 六十岁的时候,开始有这个轻松得胜。 然后越来越好,所以我不想停止,因为每一年就有更多的好的教导。 我上去来的时候都没有这个,刚才这些图片。 我这句讲的,就是更深入的讲到不同层次的恩典。 我希望你今天晚上都想一想神的恩典。 然后明天你可以来分享,或者是用经文分享。 这个经文讲到,任何经文讲到,神的祝福。 我就给你一个作业。 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句三十节。 烦恼、孤单、忠单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 我就许你们得安息。 我心里有何谦卑,你们当负我的恶,学我的任势。 这样,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。 因为我的恶是永逸的,我的当局是亲神的。 在这个经文里,继续找神的恩典。 祂的属性,属性是什么? 祂的本性。 刚才看到什么本性呢? 祂是有计划的神。 祂是有供应的神。 祂有所有的资源,所有的智慧,聪明,能力,喜乐都在祂的手中。 这是恩典。 那我们怎样用这个经文表达神的恩典。 你继续去想,然后明天你继续去讲。 这样的话,你就继续更快。 你继续想一下,好不好。 哈利路亚,感谢天父,赞美天父。 哈利路亚,我们站起来祷告。 感谢天父,赞美天父,神真美好啊。 耶稣真美好。 耶稣,你真美好。 你有丰富的预备。 你预备极多的恩典,是我们没有想过的。 是人心没有想过的,你都为我们预备。 因为你就是智慧的神,你有创意的神,你已经找有愚昧最美好的计划。 我们可以放心进入你的计划,喜悦你的计划,感激你的恩典,感激你的爱。 就相信在神的路上,必有供应,必有恩典,必有各方面的祝福。 我们就开开心心走神的路。 当我们愿意这样走,神已经喜悦。 当我们开始这样做,开始去思想怎样用恩典鼓励人的时候,神就更喜悦。 更大的智慧出名。 感谢天父,赞美天父,祷告奉主耶稣这日圣明。 阿们。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说,我感谢神。 其实我,我完全是在神面前谦卑,感谢神。 我是不配的神给我这些非常好的教导。 我自己也没有听过这些教导,我没有听过神教导我的。 所以,神这么美好,我很感激。 我希望你们跟将来我们训练的人都能够将这些教导,渲染出来。 因为我们是渲染神的美善,渲染祂的这么美好,这么多的恩典都是圣经说的,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看到。 这是因为律法控制,所以希望你靠主脱离这个律法的控制,能够被恩典推动。 你想一想哈,两个人,一个被律法推动。 我用,形容哈,形容出来。 你们可以明白你,你过来哈。 这是示范一下哈,律法推动是这样的。 你要做,你要做,有这种状态,去哪里。 律法推动,我这是示范,希望你不介意哈。 好了,恩典推动,你看法会的,很重要的,神会陪伴你的,神会提醒你的。 是不是很大的分别啊? 对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